还要四肢着地 被猪狮剪当马骑 给我滚出来 我金剑飞斗了你不可 认输吧 我不过是让你赎罪而已 又不是要你的命 好久没有遇到 能让姑奶奶我这么生气的人了 让你的小情人 给你收尸吧 什么小情人 这一招 我本来是打算留到冲赛的 能见识到我的青鸾之体 罗哲 你死的可真有命 青鸾 那不是传说中的神兽吗 沐浴线有青鸾血脉 青鸾是疯的主人 他的速度本来就很快了 再加上青鸾之体 罗哲 危险了 sağ ol 解调哲体 we have to give a we have to do 看 那 罗哲 能逼师妹用出青鸾之体 确实有些本事 再厉害也不可能是 莫师妹的对手 他输定了 罗征会赢 化石帝看好罗征 罗征还未尽全力 罗征乖被我蹂躏吧 谁蹂躏谁 还不去动他 罗征 碎了 罗哲 你竟敢击碎师兄送给我的武器 你十全面都排不回来 燃烧精血 我记得这招会折损他的寿源吧 这丫头 莫语心 你疯了 竟然用这种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招数 武奶奶我今天就是死 也要让你陪葬 听你玩神掌 新陈之类 破 我没死 你的命就一条 以后别老是含打喊杀的了 还有 我的要求你别忘了 罗哲你给我闭嘴 我一定让师兄 打得你哭都哭不出来 小玉峰 罗征 升 罗征竟然赢了莫师妹 这 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过 罗师弟会赢 一夜账目 普见后浪翻腾 今年的决赛变得有趣了几分 裴师兄还是那么洒脱不羁 下一场 裴天耀晚归战谢云 我先去松松筋骨 对了 无论最终输赢如何 别忘了赛后的一顿大酒 师兄 你一定要替我狠狠揍他 好 罗征我一定帮你狠狠揍 但你要履行笔书的诺言 林师兄你也不帮我 师妹 因果报应总有识 你这次能走下赛场 已是遇到好人了 哼 不就是愿赌服输吗 有什么大不了 师妹 师妹 心要成 要成心 等 了解 知道 罗师弟 谢谢你刚才出手 拦住他继续燃热精血 否则他会耗尽寿远而亡 陪师兄客气了 对了 请问陪师兄 是否认识裴云前辈 裴云是我堂姐 你 就是那名从仙府出来的清云宗弟子 这是裴云前辈的记忆 我之前在仙墓里 与前辈并肩作战 可惜 后来 我被直接传送出仙府 回到了清云宗 一直想寻个机会 把子剑送还给裴家 也算让裴云前辈 魂归故灵 你有所疑惑 我这佛珠是特殊嫌弃 仅有一次检验人 是否说谎的机会 你刚刚说话时 我便使用了 佛珠发料 证明你所言非识 你可承认 师兄 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收拾罗赵 最好杀了这个混蛋 我本以为 裴家和其他世家不同 但没想到你竟然是不变是非之人 四海千山皆苦福 九游十类尽除名 万我永动 你已被魔攻影响 杀心太重 这意义 便是你的抑郁 魔咒 哥哥 你没想到你了啊 天草